众所周知,刘邦在得到天下之后,一律之心日益深重,看谁都觉得藏着反心,就这样,很多忠臣良将都遭到了迫害,没有得到好的结局,例如韩信就是其中之一,死得很惨,如果没有他,可能刘邦也不会有成就地业,但是在他达成了目的之后,一切都变了。 其实这也不能怪刘邦,毕竟形势与地位都不一样了,现在的他乃是大汉皇帝,想要做稳帝王,那就要除掉一切自己觉得有威胁的势力,这韩信手中持有兵权,军事谋略又是很难有敌手,如果他真的岂不造反,那刘邦就麻烦了,所以为了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,便先下手了。 不过,韩信原本有机会改变自己的结局,但是他却毫不犹豫拒绝了,这是为何呢?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。 汉高祖十一年,怀烟侯韩信被吕后斩杀于常乐宫中,十年三十五岁,韩信为何被杀?西汉朝廷给的官方理由是谋反,这当然是莫须有的欲加之词,一般认为,功高盖主才是他真正的死因,对于他的悲剧,历来有无数文人默克为之感慨叹息, 唐代大师人刘雨昕有首韩信妙,道出了这一共同心声,将略兵机命士雄。 仓皇中是探良公,遂令后代登坛者,美一寻思怕立功,其实,韩信本有机会脱离刘邦自立为王,进而三分天下,但他却选择了放弃,直到临死之前,他才悔恨不已,无悔不用快通之计,乃为儿女子所诈,岂非天灾。 韩信为什么没有自立呢?通常的看法是,他念念不忘刘邦的知遇之恩,因而自始至终都没有生出不尘之心,真的是这样吗? 汉高祖四年,正是楚汉之争的关键时刻,这一年,韩信平定了项羽分封的齐国,并大破楚将龙且率领的二十万大军,杀死项羽的心腹爱将龙且。 这次惨败,顿时让项羽陷入非常不利的局面,于是,他派出使者武社去游说韩信,希望对方能够叛汉而与楚结盟,进而三分天下,然而,韩信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。 当初我追随项王时,只当了一个郎中而已,没人当我是跟聪,于是我才投奔汉王。 汉王不仅让我当了上将军,给了我数万人马,而且对我解义推时,言听计从,这才有了我的今天,人家对我亲信有加,我如果背叛了,那是要遭雷劈的,麻烦替我谢谢项王美意了。 武社只好灰溜溜地走掉了。 不过,事情没完,不久,其人宽通又前来鼓动韩信自立,他对韩信说,当长山王张儿与承安君陈瑜都是平头百姓时,两人是生死相交的兄弟,后来,他们一起参加了陈胜吴广起义,随着抗秦事业的进行,两人却不仅割袍断交,还成了生死仇敌,最终,张儿投降了刘邦。 而陈瑜则被刘邦杀死在止水之南,为什么会这样,因为欲望太多,而祸患横生,再加上人心难测,你与汉王的关系,远不如张儿与陈瑜那般,却想当然地认为,汉王必然不会危害自己,这纯粹自物,文种,范黎曾经辅佐勾建成就霸业,但工业完成时,便是他们自身被杀之时,所谓野兽以劲而裂狗亨,以情义而言,你与汉王,远不如张儿之与陈瑜, 以忠诚而言,也不如文种,范黎之与勾建,而他们的结局你是知道的,所以,希望足下你好好想想,以你今日的地位,归楚,楚人不信,归汉,汉人正恐,天下虽大,可你功高震主,哪里能有你的安身之所呢? 凯通的这番话,清晰明了地揭示了韩信此时的尴尬境地,当真是入理三分,后来的事情也印证了他的前瞻性,韩信听完后也有所动摇,然而,他心里还是时时念着汉王的好,不忍心背叛刘邦,最终还是拒绝了凯通的劝说, 以上材料出自史记,怀音侯列传,根据司马迁的描述,该下之为前,手握三十万重兵的韩信已经有着充分的资格与刘邦,向羽并列,而三分天下,但是,他却始终没有生出不成之心,甘愿做刘邦的马前卒,只因为对方对他有知欲知恩,可以说,韩信对刘邦是忠心耿耿, 从无二心,与之相反,刘邦则是老奸俱华,从来没有真心,真应了那句,我本将心向明月,奈何明月照勾曲,不过,仔细阅读相应的史料,就会发现,这种看法,有不少值得探讨之处,纵观韩信一生的事迹,你会发现,所谓的忠心耿耿,其实非常可疑,一,韩信有两次逃兵记录,韩信最开始从军史,追随的是向良,没有丝毫名气,向良死后,又归向羽, 韩信多次献严献计,可惜向羽通通不予理睬,并只给了他一个郎中的小官,韩信于是离开向羽,前往千里之外的属地,去投奔刘邦,这是他第一次当逃兵,韩信跟随刘邦之初,仍然没有得到重用,于是再次逃亡,幸好被萧和追了回来,并再三推荐给了刘邦,如此才得到重用,韩信为何二次当逃兵,他的逻辑很明确,你不重用我,那我就走,这种形式风格, 与春秋战国时期的世人一模一样,当时的人,都是游走在各国之间,在哪国受重用,就到哪国去,孔子,孟子,商样,苏秦,张仪,连坡,吴起,这样的例子数不胜数,显然,韩信大抵谈不上所谓的中军不二, 二,韩信逼封事件,汉高祖四年,韩信平定其地后,派人向刘邦请封贾王,即临时代理其王,理由是,其伪诈多变,反复之国也,难变,处,不为贾王以振之,其事不定。 此时,刘邦正被项羽围困于形阳,方寸大乱,正日夜盼望韩信的救兵,韩信的这一举动,无疑有趁火打劫的嫌疑,从第三方视角来看,这可以称得上是逼风无疑了,对于韩信的行为,刘邦的恼怒可想而知, 不过,刘邦最终理智战胜情感,不仅满足了韩信的请求,而且还去掉了那个假字,直接封了韩信一个真的齐王,韩信把自己如愿分封,且弄假成真视为是刘邦队,他的言听记从而大为感动,前面提到过,武社与快通曾经先后两次劝说韩信自立,而这两次游说,正是韩信得封齐王之计。 如果加上这一背景,我们就很难说,韩信不愿背叛刘邦一事,到底是出自忠心还是利益了,汉高祖五年,刘邦与韩信,彭越约定共同进攻项羽,刘邦先动,而韩信,彭越却迟迟没有发兵,以至于刘邦再次被项羽所败,形势再次十分危急,此时,张良献计,认为要二人出兵,必须先定好分封事宜,刘邦听从了张良的意见, 韩信与彭越,这才派兵出征,进而才有了该下之为,从上述的事情来看,韩信的所作所为相当功利,他与刘邦的关系,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之上的。 几乎谈不上所谓的忠君爱国,三,为何不反,韩信的所作所为,既然是利益导向的,无所谓忠心耿耿,那么,当他手握三十万大军,占据其地为齐王时,其实力似乎已经足以抗衡项羽,刘邦了, 为何最终没有选择三分天下呢?是政治上太幼稚,没看清时局,作为一个善于出奇制胜的军事天才,没有对人性某些层面的深刻洞察,韩信是不可能做到百战百胜的,就算一时糊涂,但经过武社,快通对当前形势的深度解读,以他的智商,真的会不明白自己的危险处境吗? 那么,韩信最终为何没有反呢?原因或许很简单,他没这个能力,韩信看似明镇天下,右肩手握重兵,仿佛只要挥一挥手,就天下我有,但事实情况是,他有一个致命软肋,他手下的许多将领,都是刘邦所信任的部下, 韩信其实并没有形成对军队的绝对控制,这点从韩信军队将领的构成上,便可看出来,汉高祖二年,韩信率领大军东征,一连灭魏,赵,燕,其四国,天下震动,协助韩信完成这些军事行动的两员大将,分别是冠英和曹参,其中,冠英统领骑兵,曹参则统领不足,其后,楚汉迎来最后一战,也就是该下之战,这一战, 韩信率领着三十万大军自其南下参战,军中的两名主力大将,左军统帅是孔聚,右军统帅则是陈赫,曹参,冠英,孔聚,陈赫这些人,都是从盲荡山起义之初,便跟随刘邦南征北战,他们在刘邦集团中的资历,都比韩信老 对于刘邦的忠诚高过,对于韩信的服从,可以说,在很大程度上,对于手下的军队,韩信拥有的只是指挥权,而无绝对控制权,正因如此,刘邦才能不止一次地轻易夺掉韩信的兵权,第一次是在汉高祖二年,刘邦被项羽大败之际,第二次是在该下之战刚结束,韩信名望最高之时, 也正因为看清了这一点,韩信才最终没有听从项羽,快通等的游说,反叛刘邦以三分天下,这是韩信反复权衡下的理性选择,他以为自此会安然无视,但事实证明,把命运交到他人手上是一种致命的失误